哈喽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hina Talk Show 我是兔哥 端子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脸如歪笑不来 请订阅中国脱口心 河北省呢有个河北大学 简称河大 在河北省的保定市 这两天就出了名了 主要是有一个号称什么呢 美国全美电视台 执行台长的女子 叫张慧君 因为她而出名 她就是河大毕业 这两天呢就有了一个 关于这个河大的一个段子 是这么说的 由于河大呢 占地面积非常大 就有一些社会混子 跑到学校里边结个财嘛 混个上网玩游戏的费用 十块八块的意思意思 结了就行了 谁知道呢 一天晚上拦了十个姑娘 哎呦我家伙 九哥呀动不动就要脱裤子 一边脱还一边喊 哪有色狼啊 在哪啊 色狼在哪里呀 色狼在哪里呀 到处追呀 我吓得混了 到处的满学校的跑啊 哎呦边跑边喊 奶奶呢 老子就想整个零八千上网 你们这是要把老子 往死里整的节奏 某领导的二奶啊 出去蹦迪喝多了啊 打了一辆出租车 哎呦 上车就给这出租车司机说了 说大哥你看我咋这么没出息呢 我怎么喝一点酒就控制不住 我这香烂身了呢 哎呦司机一看 哎呦 人也漂亮又正点 色眯眯的说 哎呀 你也想我也馋了 咱俩就在这儿 招招刺激算了 哎呦 这二奶嘎嘎嘎就一个大嘴巴 你想哪去了你 我说的控制不住 是我尿你车上了 好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新闻啊 就是今天自由中国的路德 采访了一位叫Sary的女士啊 探讨了这个全民车阵 探讨了全民共振的问题啊 我怎么似乎就感觉到这个事啊 好像不光是现在探讨共振这个事 这么简单了啊 好像这里边又有其他事了啊 好我就顺便的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 我首先呢非常肯定这个吴建民先生 和李一平先生的爱国热情啊 但是呢我现在至少是不支持他们的共振 原因呢有四点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国外待时间长了 他们可能对国内是什么样子的 还是不太清楚啊 前两天有个视频呢 是这样写的 有一帮子上访的人啊 至少有十几个吧 就被两个黑社会的小混混 在这拿着皮带在这抽啊 咦又打的那个惨的 连踹带抽的啊 哎呀 我在推特上的留言是这么说的 说哪怕是一个猪 你也要叫几声吗 但是这些人却一声都不吭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现在民众啊 抗压力越来越大啊 比反抗啊还早着呢啊 所以呢我认为现在的共振呢 就是纸上谈兵啊 第二呢大陆每天都有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上访人员啊 呃就是你们这些想共振的人 和这几十万上访的人 那能有什么区分呢 难道这些上访的人不是每天也在发生着共振吗 所以呢我就说这件事啊 千万别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啊 回头拿出一些上访的照片 出来就说什么共振的事啊 我感觉啊 没办法出来鉴定这个事儿 容易啊被人利用啊 大家好好考虑 第三呢国内就是有很多人呢 现在只注重啊吃喝玩乐 就是为了赚钱啊 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啊 现阶段呢最主要的我个人认为 还是要开启民智啊 让大家哪怕是百分之四十的人 能认清他们这些贪腐的嘴脸 那就是成功 呃17年9月我慈母过世呢 我就回国后呢 给国内的人就讲了海外的故事 问了大概有一两百人吧 他们也都是中产啊 不是那种老农民什么的啊 呃其实他们当中知道的呢 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开启民智 现阶段 第四呢 要是不打什么条幅啊 不准备什么演讲啊 或者是不准备抗争什么之类的啊 就是类似于那种全民散步之类的啊 我觉得我还是支持的啊 你要是定期鼓励大家什么 集体搞一下散步啊 是吧 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啊 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啊 以此首先来凝聚民心锻炼队伍 给他们形成一种经常性的这个狼 来了这种战术啊 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同意 如果你忽然有一天呢 在振臂高呼 什么演讲的 诉求的标语之类的 都能出来的话啊 类似于火山喷发这样呢 我的观点就是呢 我会理解和支持的啊 其实呢 我是个无名小卒啊 又是个丑角 再加上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民运组织啊 所以呢我的观点啊 仅当参考 接下来我们就来调侃 我们这两会最牛的新闻啊 世纪翻白眼啊 小指人你好 我是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慧君 我的问题是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们国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我们推出了哪些监管机制 这段视频呢 我记得是周一就出来了啊 当时我就看了一眼 也没太在意啊 第二天呢 这个赵岩先生就给我留言说了 说兔哥啊 说这才是你的菜啊 这才是你们的题材啊 赶紧上啊 哎呦这是我才一看啊 才开始注意搜索这个视频呢 做一些准备工作 等我都看明白了 那真是用一句话形容叫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啊 你就会感觉到这件事 太搞笑了 太有意思了啊 我首先说我的观点啊 什么美女啊 主持炫富啊 什么能代表十四亿人民 在这提问的这些个什么 采访表啊 炫富表啊 白眼表啊 我就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什么呢 叫不是日他妈的人牛 就是日他的人牛 为什么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来听我的分析啊 听完我分析以后 你也可以来抨击我啊 第一 这个毕业于核大的采访表啊 叫张会军 多次以多种身份 在两会及重大会议报道中 出镜 我是世界知识杂志的记者 我是香港有限 中国经济与旅游电视台执行台长 张会军 谢谢 我是美国全美电视执行台长张会军 能这么变换身份的人 除了妖孽 还有谁我都不知道啊 并且呢 每次全部都是在 代表十四亿人民啊 来提问啊 这么神通广大的人 普通百姓有几个能做得到啊 我首先来质疑啊 这个人呢 不是有个好爹 就是有个好干爹 要不就是有个好考驾啊 有个著名国内的女演员 就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凡是成功的男人背后 一定有一个坚强的女子在支持她 一个成功且漂亮的女人背后 一定有一个或几个坚硬的男人 在顶着她 好第二呢 这个号称是美国全美电视台啊 却一口一个 我们国家我们国家 我们什么计划 我们什么计划的 他妈的你连你我他都分不清 你是语文没学好呢 还是他妈搞的写错了 还是我国近期准备 把美国和中国就合并了 你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假记者 假电视台 假公派 真二奶嘛 这个全美电视台啊 还公开出来辟谣 说什么这个张会军 不是我们电视台的 哎呦你他妈真聪明啊你 你真那么会来事啊 这那么见风使度啊你 哎呦 什么叫表里不一 阴奉扬违 挂羊铜卖狗肉 就说你们这些国外代理集团的 哎呀 啊 能你们的燕子暴露了 你就提起裤子 谁也不认识啊 要是不暴露呢 啊 家伙就让你们吹咐的 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 哎呦 有资历的 哎呦 有资色的 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的燕子啊 哎呦 你们就可以拿着他们到国外的各个政要面前去大吹特吹一通啊 以此来取得这些老外的信任去接近他们 去达到你们这些大外宣的战略啊 去执行你们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莫多克 说邓文迪是个间谍明白了吧 哎我告诉你们 海外侨胞早就注意你们了 你们这次的暴露啊 看上去好像是偶然 实则是必然 你们这二十几年一直在干什么 谁都清楚 你们就不能让我们抓住一次吗 是不是啊 哎 再说了你们的顶层啊 都是只用那些个奴才 不用人才 哪个海外 海外华人出来的不知道这事啊 是吧 你们这叫逆向淘汰 对不对 哎 就是那些有能耐的啊 像柴静啊 什么村永元啊 这样有正义感的啊 都被淘汰了 剩下的就是一帮子 什么拿屁股当脸的 脱裤子 比他们翻白眼都快的啊 连他们你我都分不清的一帮蠢货 还在那出来瞎逼逼 你们逼逼什么呀 还代表十四亿人民 亏了吧 你们这个两会采访证 全他们都收了啊 要不然这闭幕式 没准你们敢上演 我什么生孩子直播 这都没问题啊 再说这个全美电视台 你现在发声 说他不是你们的员工 那我就请问了 那两会的记者报道证 那可是一帜千金都难买到啊 很多国际的著名媒体报社 全部都拿不到的采访权 为什么你们在国外 连个知名度几乎为零啊 排名在一千五百万之后 这个小破电视台 就能拿到这些采访证呢 你骗谁也在这 为什么像兔哥这样 又英俊又潇洒又有正义感 而且YouTube粉丝 要比你多了多了人 却拿不到采访证 别瞄了 你就躲猫猫藏起来算了 越瞄越黑啊 现在呢就已经有人去这个白宫网站 征集签名了啊 准备就要调查你们了啊 嘿小样 游泳池里的你 到底穿没穿底裤 我们就等水落鸟出了 好第三 我们再来说说梁湘怡 哎呀梁湘怡 这个名字多好听啊 梁湘怡 谐音就是两湘怡 哎呀 大家都是知道这个意思吧 就是两个人都互相取悦的意思啊 他对这个张慧君的这个白眼啊 哎呦 大家称为世纪白眼啊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 那就是啊 这个人 这个梁湘怡啊 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给了一个 全中国人都能产生共鸣的白眼 一下就哄了啊 一方面呢 是对这个提问表啊 浪费宝贵的记者提问时间的蔑视 另一方面呢 也是对他演技啊 这太拙劣了 是吧 给予了一个正确的打分啊 现在呢 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理解的新闻发布会的内幕啊 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呢 一般呢 就是在90分钟 一般情况下 也有20个问题左右 这20个问题呢 通常都要给一些 全球的主要媒体去提问 全球媒体呢 在会议之前 一般也会得到一些 某些部门的暗示啊 哪些问题是能提的 哪些是不能提的啊 国内的媒体就不用说了啊 不能提的问题 你要是提的的话 那不但是记者 就电台台台长 社长 全部下纲 而国外的媒体呢 如果你在这瞎提问 瞎嗶嗶 那瞎提问的话 第一 以后呢 就不会再给你这个 媒体提问的机会 第二呢 以后再有很多的报道权 那就不批给你们这个媒体了 第三呢 最严重的啊 就是你们的记者 再想进入中国进行报道 就被拒签 再进都进不来了 就这么简单 这20个左右的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呢 中央电视台的 会有两到三个机会 什么新华社啊 凤凰卫视 一般都有一个到两个啊 而香港的台湾的亚洲的其他国家 什么欧美的澳洲的美国等西方媒体 一般都会照顾一下 主要呢 是为照顾这些金发碧眼的啊 为什么呢 就是将来一看 我们的党会 多么受世界人民的注视观众啊 为了避免有些这个二货记者 瞎啤啤 就给领导提一些敏感问题啊 不好回答的问题 防止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 怎么办呢 就私下运用了很多的技术手段啊 比如2011年的7月28日啊 温家宝总理在这个温州啊 当高铁出问题的时候啊 举行了一个现场的新闻发布会 当时呢 就有一个秘密 就是头上戴方格帽子的人 会得到提问权 其他人在这举手啊举手啊 那都是当分母的 你就是举 都是演戏给大家看的 只有那些戴帽子的人 才会被让他们提问啊 所以呢 现在记者招待会啊 那就像是一场精准的狙击打片啊 都是安排好 各式各样的托在这提问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位女记者啊 不但是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啊 连穿的衣服都是那么鲜明的原因啊 他们呢可能都是会安排好的 能提到问题的人啊 到时候呢 主持人就会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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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几排 第几位 那个穿蓝色衣服的 或者穿红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请你来提问 再下来呢 就是该安排提问的水平了啊 安排好人以后 这些国内的党媒的提问 往往就会给领导提的问题啊 那叫又臭又长 就像今天这位女士啊 她提的问题总共有198个字 正常的播音语速呢 是每分钟180到200个字 最多的不过220个字 所以呢这位女记者的提问时间呢 就比其他的记者延长了一倍到两倍 为什么呢 不就是明摆着的吗 哈哈哈哈 就是拖延时间嘛 尽量不给这些外国的记者留机会嘛 名字好像是给领导提问题 按理就是帮领导解围的 这都看不明白 好再说这位梁湘怡啊 各位可能不知道啊 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呢 光在自己的位置上 要是等领导的出现 一般情况下 才是站在这儿 长枪短炮准备好 就会要等两到三个小时啊 那就两个人站的这个距离 这么近的位置 我估计这两到三个小时里边 早成好姐妹了 没准都在研究 天天研究三屁了啊 既然是好朋友了呢 能做出这么夸张的 大白眼的动作啊 就说明呢 这位女士是有一定素质的 有一定的正义感啊 也是呢 有一些小脾气的啊 那现在的网友呢 就把这位女士的身份 也给暴露出来了啊 这位梁湘怡女士 有没有几个壮汉 在后面顶着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她一定有个好爹啊 她的父亲呢 就是我们河北省的 原组织部部长梁斌 这位梁斌先生呢 在2015年的 11月25日 被双规审查啊 被曝啊 贪腐了巨额款项 还有与多名的女子有染啊 在我2015年回国的时候呢 我就听我们检察院的同学 就给我透露 说哎呀 现在正在查大人物啊 当时喝酒嘛 喝多了就说 不方便透露名字 只能告诉你们 是常委级的人啊 谁知道没多长时间呢 这个梁斌相继落马啊 后面还跟了一大串啊 最后还包括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 你就想想吧 弟兄们啊 同学们啊 一个省委班的六个人 好像我记得啊 好像是五个都被抓了啊 其中最搞笑的呢 是2013年的9月啊 这个习总 还跑到我们河北 和这几个大贪官 在这搞批评 与自我批评 我现在想 真替这个习总后怕呀 习总真有胆量啊 好 从这个世纪白眼梁湘怡 我们再次验证了 兔哥的观点 那就是美女主播 美女记者 美女贪官 美女企业家 基本上都离不开 我说的那个定律 要不是日他娘的人牛 要不就是日他的人牛 大家跟我一起来念 来一二开始 要不就是日他娘的人牛 要不就是日他的人 好 下面呢 我也就来给大家 分享几个小思路 一个是这个大外宣概念 2008年呢 大陆遇到了一系列的公关危机 314西藏事件 奥运火炬传递事件 毒奶粉事件等等 2009年的南华早报 就有了个报道 说中国准备出资 450亿人民币 来推动媒体的国际扩张 改善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 启动国家的公关战略 控制海外媒体 就成了当局的重中之重 实际上呢 就是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 小二小三是吧 在境外呢 购买或者成立各式各样的媒体 比如电视台啊 电台啊 报社网站等等 但是其实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其实都是体制内的 外宣口派出来的人 好 控制住海外媒体后呢 就会出一些 与事实相反 或者比较折中的相关报道 所以呢 这个大外宣啊 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 对内以所谓这个外媒的名义 误导民众 对外呢 则充分利用自由世界的自由言论 暗度陈仓 以达到对西方主流社会 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 而这位美女所持的这个记者证呢 就是洛杉矶的这家 美国全美电视台签发的 洛杉矶呢 是位于美国加里夫尼亚南部的都市 为加州第一大城市 同时呢 也是美国人口的第二大都市 仅次于美国的纽约市 全市的面积呢 约为469平方英里 洛杉矶的天气呢 可以说是四季一人 夏天气候温和 冬天呢不是很冷 植物呢 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 全年的平均气温 大约在20摄氏度 在洛杉矶机场呢 大家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位二十来岁的漂亮的风韵少妇 到机场去迎接一位 五六十岁的 像我这样的大老爷们 两人紧紧拥抱过后呢 便坐上奔驰宝马 劳斯莱斯 卡迪拉克 一流烟的开回了这个二奶村 这个二奶村呢 美国媒体啊 叫称为二奶village 就坐落在洛杉矶的罗兰港 在罗兰港呢 二奶们有很多的都互相认识 没事干嘛 老公又不在 是吧 他们之间的交往 就是那晚上打打牌 是吧 白天一起逛逛街下馆子 买衣服起头美容 什么修纸家 上网追剧等等 因此呢 罗兰港一带啊 什么中餐馆 华人开的美容院 服装店 电子商品商店 家家生意兴隆 这个罗兰港呢 还有一种生意 是显为人知的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为二奶们 提供幸福的 午夜牛郎 那些什么年轻貌美的 主持人呢 手中有花不完的钱 但是呢 又寂寞难耐的 二奶们怎么办呢 每天享受着 这些英俊精壮的 华人青年 有些也是老外 而这些牛郎的收入呢 据说也是颇风 哈哈哈哈 这位如果哪位 打网道 如果哪位牛郎先生 看到兔哥这期视频的话 也横着一下 兔哥看兔哥可不可 不过我可以透露个秘密 兔哥口火还真好 好开个玩笑 下面我们介绍 这个贪官与主播的关系 这个女主持人年轻漂亮 社会曝光度极高 自然就会引起很多的 好色贪官的注意 一些漂亮的女主持呢 就经不起这些好色贪官 金钱以全力的诱惑 最终呢 和这些好色的贪官 就一拍即合 成为好色贪官的猎物 也成为了好色贪官 发泄的对象 狼狈为奸 比如什么周永康 令吉华 薄熙来 苏荣 徐才厚 说都与央视漂亮的 女主持人有一腿 这个周永康呢 不但是迎娶了 央视的美女做老婆 还发展了若干个 央视的女主持人 做漂亮的情人 你想上面的贪官 既然都如此 下面的就可想而知 上行下效 云南省电视台 女主持人杨山 就是原云南省委书记 高岩的情妇 高岩呢 在上海呢 不仅有价值 650万元的高级别墅 和293万的豪华住房 还有四辆特别高级的轿车 被这个 供着这个杨山拼居使用 2002年9月呢 这个高岩出国外逃 至今都没有下落 大家可以想想 2000年时候的事 人家在上海 就有650万的房产 这套房产现在啊 要是不值6500万 也差不多了 是吧 还有一位呢 是主持2002年 公安部春节晚会的 女主持人叫王飞 这个人呢 是公安部部长助理 郑少东的情人 还有呢 是广东电视台的台主的 国家一级播音员 李勇 是广东省政协主席 陈少基的情妇 这个李勇呢 哎呦 太牛了 在电台里边 演播室呢 就不让带这个宠物进去 但是李勇呢 经常牵着他家狗进去 被值班的领导发现了以后呢 哎呦 暴跳如雷啊 指着领导皮的大骂 你今天敢不让我带狗进演播室 明天我就让你变成搞虎 看你多嚣张啊 是吧 太厉害了 还有我们河北省的国事局局长 李珍 这个人呢 后来被执行死刑了 就包养了很多的主持人 其中呢就有一名是北京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 叫白眉 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现状 而这些被披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小桥 阿里登阿里登阿里登 哎呀 说白了吧 只要你看着好看的 上档次的 不管是什么女主持人了 还是名模了 你想都别想 你一辈子也别想 全在大贪官手里呢 我九几年的时候我在跟一个导演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一段话 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他说好吃的好喝的都被贪官霸占了 还真不生太大的气啊 为什么呢 这好吃的吃完让他们血压高是吧 这个好喝的喝完让他们早点死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些好女人 全部进入了他们的怀抱 这就是民间说的那句话 好白菜都让猪公了 好我们先讲了大外宣 又讲了洛杉矶的二奶村 然后又讲了贪官和二奶的关系 那这个全美电视台呢 又在洛杉矶 我想呢 我该说的就说清楚了 你 好一位漂亮女生呢 因上课迟到 被罚着到操场上跑圈啊 不料天下起了大雨啊 女生淋得全身湿透在这跑 这时呢忽然温馨的一幕出现了啊 一个男生撑着伞 跑到他的身边 给他取着伞 还陪着他跑步 哇 爱心笼罩 时间凝固 哎呀 女生就认出了这个男生啊 知道这个男生已经注视自己很久了 脸就红了 低着头就不好意思的问 你准备向我求婚吗 有这个男生也不好意思的说 要吗 这伞十块 好笑一笑十年少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中国脱口秀 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